接受家族事业 二十多年辛苦经营 传承中医文化的责任心 使背后巨大的支撑力 这个是一个信念 是一个责任 觉得终于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是其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的动力 如果能够把中华文化 带给印尼的社会国家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的任务 心火相传 中华文化在世界遍地开花 2012年9月29日 以传承与发展为主题的 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论坛 在北京举行 在论坛中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 发展问题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提到中华文化的传承 不得不提的是 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医文化 自从明末清初 西医传入中国开始 中医文化就逐步地走上了 坎坷多尖的道路 改革开放之后 中医在政策层面上是获得了支持 由此 中医的传承问题逐步得到了重视 在中医文化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家老药铺 犹如中医药店发展的一个缩影 那就是坐落在新加坡 牛车水的泰山药行 作为新加坡 本地小型中药业的一份子 泰山药行可谓是坚韧地走过了漫漫岁月 即使经历了新加坡卫生部对中药的规范化 以及牛车水多年来的巨大翻新变化 泰山药行依然坚挺在牛车水的街道上 牛车水 这个听起来很特别的地名 是新加坡的唐人街 这个拥有将近两百年历史的中国城 使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一方热土 在牛车水的心脏地带 有一家充满中国文化气息的中药店 泰山药行 走进泰山药行 看到的是忙忙碌碌的店员 和熙熙攘攘的顾客 在中医文化备受质疑与冷落的今天 许多中药店门前的冷清景象 却与泰山药行无关 客自云来反而是他如今的写照 追溯泰山药行的历史 其创办人是来自中国广东 南海县的陈泽培老先生 自小从事中药行业的他 于1955年在牛车水 创办了泰山药行 其实家里也是开药店的 就是祖父的时代 在中国当然是在广州 父亲难来的时候 也是在药店工作 儿时的记忆 那时候老店在角落头 小时候就偶然来这边 父母带自己来看看 如今泰山药行的第二代掌舵人 陈建英 他是在完全不了解中药行业的情况下 接手经营泰山药行 在泰山药行刚成立之时 陈建英的兄长陈卓英 在店中协助父亲打理业务 1990年当兄长因病逝世时 陈建英的工程承包及供应商事业 已经经营了十多年 此时的他面临着继承家族事业 或继续自己事业的艰难选择 对于他而言 中药行业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但仅仅用了两三天的考虑时间 他就毅然决定秉承赴业 重新学习 对于中药行业运作的不熟悉 让陈建英在跌跌碰碰中不断摸索 老实说当时我接手的时候 真的很不了解 很不理解 因为虽然我是念生物的 可是生物只是重要的一部分而已 一小部分而已 当然我有生物的基础 来接手这个生意会比较容易 可是那时候当我接手的时候 父亲年纪也大了 就从那些老员工那边学习 也看一些书本就是这样 然后慢慢累积经验 新加坡中药学院的成立 我也就第一届的时候 我就报名去参加了 其实也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我们那些老师傅 你知道传授的那些知识 也是用口这样 他还要自己去找书 找一些行家 那么那些行家也是年纪好大的 所以他新入行 其实他是很辛苦的 1994年 在陈建英接手泰山药行三年多 刚刚熟悉药行的运作时 新加坡政府提出要 翻新整个牛车水区域 扎根在新巧路30多年的 泰山药行不得不搬迁 而此时 新加坡卫生部也在对中药 进行规范化 许多中药在当地的销售被限制 泰山药行是否会因搬迁 而流失老顾客 又是否会因中药行业的 规范化而难以生存 无数问题排卷在陈建英的脑海中 而继续家族事业的责任性 让他不得不承担起这些重任 这个是一个信念 是一个责任 觉得中医药对社会有所贡献 加上我自己是念生物的 我也知道一些中医药 能够对人们的健康有所帮助 那个时候区范中药 我们很多这种代理的中药 都不容易得到批准 我们也就失去了那些拳头产品 我们就要好好的策划 把一些拳头产品自己 自己把它发展下去 1994年6月 泰山药行迁移到史密斯街 以租赁店面的方式继续经营 而在牛车水翻新完成后 泰山药行通过竞标 买下距离原址 大约三个单位的店面 也就是如今泰山药行所在的位置 然而事情并非想象中的那样顺利 接下来新加坡东北线地铁工程的修建 让整个街道弥漫的灰城 不少新老顾客都望而止步 经历了大约七年的艰苦时期 泰山药行开始慢慢走上正轨 那时候真的是很不容易经营 我们也要搬迁 搬迁我们就搬去附近的地方 跟人家住另一个地方 经营了两年 就把这个地方买下来 又再把它建立起来 现在然后渐渐地就把它整合起来了 也就做得有次序 有系统 我也把它现代化 专业化了 从1990年接手泰山药行到如今 陈建英与泰山药行 一起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 也经历了将近十年 惨淡经营的岁月 如今的泰山药行 在牛车水的桥南路 拥有了第一家分店 对于传统路线的坚持 经营模式的现代化 以及团队的并肩奋斗 让泰山药行在竞争 越来越激烈的中药市场中 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我们现在中新营的范畴 主要还是中医药 中医药 我们有一个很一站时的服务 顾客要找寻这方面的服务 我们都能够给顾客很专业的一些服务 我们的远景目标是慢慢地 开多一些分行 比如说用这个连锁经营 可能是一个手段 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产品 推销出国门 在新加坡每个月都有一两间药行 就是关闭的 为什么因为第一他们找不到接班人 还有呢 他们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也没有办法符合政府的各种各样的条规 他们没有那种战斗心 就接下去就不要做了 所以我认为如果在我们的公司 困难的时期应该是大致过去了 现在是要怎么勇往向前 让下一代更有信心地做下去 泰山药行为顾客提供的一站式服务 包括看病 抓药和肩药 在售卖中草药的同时 提供咨询服务 凭借着传统中药行的特色 以及新的经营理念 泰山药行不断提升竞争力 尽管传承发展中医文化的这条道路上 荆棘重重 但走过50多年岁月的泰山药行 如今业务如日方生 有着自己的发展计划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受英文教育 可是中药行业主要还是用中文 来表达中药的功能 或者表达中药的主制 对吗 这样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些 比较现代化的方法 来让顾客知道 他的一些药品 他的功能是什么 然后还有怎么样服用的话 他们就会 而且让他们在一个比较实际 简单的一个方法来使用 他们就应该是会开始尝试 传承与创新 这是中医文化如今面临着的问题 作为中医药行业的一份子 泰山药行也同样面临着 物色接班人的问题 而或许泰山药行已经找到了他的继承人 人要做得好 要成功 需要有具备有三个I 英文所谓的I 第一个I要有intelligence 就是要有智慧 第二个I就是要有integrity 就是要有品格 可是具有两个I 就是说有品格 还有intelligence还不够 他需要第三个I 就是I do 就是当人不让 我两年前加入泰山的时候 就开始参与了中药中医的培训课程 让我有比较系统的 有系统的一个方法 去更快地了解中药中医 沐昕他 他真的是一位很诚信的先生 所以我就希望用这个 他的诚信的理念 来继承这生意 在国际上 中医世代沿用的某些传统规范 不被承认 许多传统医疗技术也濒临消亡 珍贵的中医药资源被消耗殆尽 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 珍贵古迹被数值高格 不过随着近几年 中医药项目陆续被列为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 中医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 现在新加坡比较洋化了 政府也开始重视中医药 国人对中医药的认识 也开始回流 欧盟或者美国这些比较远的国家 他们对中医还是存在一种偏见 包括一种不信任感 这个不信任感来自于多个方面 一方面是说国内的中医 可能是一种传统的一种医学 没有经过一些科学的试验 临床试验 另一个方面就是国内的这些 对中药材或者说对中医药的宣传 还是不到位 现在开始国家开始牵头了 商务部或者说是中医药管理局 他们会牵头相当于作媒一样 就是把中国的企业 甚至这些产品 去拿到国外去交流 岁月悠悠 一贯秉承着中药老字号 诚信如泰山的泰山药行 风雨无阻 走过了50多年的光阴 在许多中药老字号 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下 而不得已关门的时候 泰山药行却坚持下来了 寻根的一时让泰山药行的三代承接人 都对这个家族的事业 保持着一份责任与热情 如今泰山药行业务蒸蒸日上 并拥有了第一间分店 作为泰山药行的掌舵人 陈建英从一个中药的门外汉 到今天的老专家 也是尝尽了酸甜苦辣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当中 中医的命运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风雨飘摇却屹立不倒 而泰山药行也是如此 从碧露蓝绿到渐入佳境 在坚持传统的同时 结合现代的营销策略 不断地调整脚步 你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飞速运转了30多年 而这背后有着一个推力 那就是华人 在许多海外华人看来 中华文化是他们割不断的根 尽管背井离乡 却不曾与家乡的文化断绝 寻根 这是许多海外华人 对故乡的一颗炙热的心 出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他们自动肩负起传承 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 对于印度尼西亚苏刚集团的 董事长苏用发而言 在发展苏刚集团的艰苦道路上 是中国传统文化 给了他巨大的动力 从小在印尼接受教育的他 却与中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棉兰重文学校 更是加深了他与中华文化的联系 因此在苏用发的带领下 苏北华社于2007年筹办了 亚洲国际友好学院 并在2011年将被停办了 40年的重文中学重新组建 让华文教育在印尼的土地上传播 在中国的西汉时期 有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的大臣苏武奉命出使匈奴 却被扣留 匈奴贵族多次威胁利诱 想要让他投降 并将他迁到北海 也就是现在的贝加尔湖边牧羊 称如果供养生子 便可释放他回国 但苏武迟节不屈 在匈奴留居19年 苏武牧羊的故事千古流传 在印尼 有这样一位华人 他一直坚持弘扬苏式家族文化 致力于发展为海外华人 传授中华文化的华文教育 那就是苏刚集团的董事长苏用发 苏式文化 这个我们年纪小的时候 就读这个苏武牧羊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 它就是一种的我们的一个中华文化里面的一个精髓 就是说人嘛要有这种的志气 我们也刚刚好因为姓苏嘛 所以呢也就比较注意这个 然后我们长大以后就觉得作为姓苏嘛 应该要为我们这个苏式的弘扬这个 我们苏式的文化呢作为我们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文化的发展 走进印尼的苏刚集团 鸡声隆隆 一派繁忙兴旺的景象 这是一个兼营糖果厂 钢铁厂等职业的集团 糖果厂日产量100吨 距亚洲第二位 钢铁年产量30万吨 在印度尼西亚私营钢铁企业界 名列前几名 其自行研发生产的特钢 出口全世界几十个国家 历经两代人的创业 苏钢集团从一家十几人的作坊 发展成为印尼苏北省 最大的家族企业 并跃居印尼现代集团公司临跑者 在苏钢集团成功的背后 是深深扎根的中华文化 给了它巨大的支持 因为我们的职业不够 智力不够 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去发展它 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始的阶段 很慢的时候 我们就形成了我们一种的 有一种创新的一个文化 也比较有那种的艰苦的环境 也能生存的这种文化 所以这样的话 经过十几年的这个经历以后 我们就开始总结了一种的 我们的叫做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 我们苏钢 从1969年成立至今 苏钢集团走过40余载 尽管当时印尼重工业条件恶劣 人才缺乏 苏钢集团却依然不断发展壮大 作为苏钢集团的董事长 苏永发虽出生在印尼棉兰 但祖基为中国福建南岸的他 从小就与中华文化 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 在棉兰崇文中学所接受的五年汉语 和中华文化知识教育 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基础 因此他对中华文化有着一份眷恋 2007年 在苏永发的带领下 印尼苏北华社筹办了华文高等学院 亚洲国际友好学院 成为让中华文化迈出中国 走进印尼的桥梁 我们作为印尼的一个其中的一个 算是一个第三大的一个民族 我觉得我们应该推广这个华文教育 我们中国文化走过了5000多年的历史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个中华文化 带给这个印尼的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的话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的任务 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中华文化 就可以推广到我们的这个 印尼的主流社会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 华文教育曾在印尼蓬勃发展 到20世纪50年代末 在印尼出生的华裔 占当地华人总数的80% 创办于1955年的棉兰宠文中学 正是为了解决苏北华人子女的升学问题 1965年 印尼发生大规模的排华浪潮 仅存在十年光景的宠文中学 被印尼政府关闭 华文教育 2013-2022年代末 41953年代末 21943年代末